大家好 我是自发大师 我在温哥华 我有很深的一个古镇情节 在中国专门爱去那些历史悠久的古镇 古村落 去拍那里的古建筑 去拍那里的人文 这些照片往往能给人浓浓的历史感 包括去欧洲 也往往找那些历史远远比较深厚的地区和国家 比如意大利 西班牙 它们至今还保留着大量的古建筑和文化 加拿大和美国就不一样了 历史很短 所以在加拿大找这里的古镇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经过努力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地方 而且就在BC省 它叫巴克威尔 英文叫巴克威尔 巴克威尔小镇距离温哥华 在温哥华的北边 大概是开车的话700多公里 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 1862年 有个来自英国的碳矿者 他叫威廉·巴克尔 他首先在这发现了黄金 不但发现 而且几个小时 他就挖到了10磅的黄金 可以说是一夜暴富 这下人们闻声赶来很快 这个地点就吸引了很多人了 随后这个小镇也就以它的名字命名 叫巴克威尔 随之而来的是来自各地的淘金人潮 也包括华人 在巴克威尔最兴旺的时候 1880年前后 小镇上有人口5600人 大约一半是华人 这个数字现在听起来不多 在当时却是很多了 巴克威尔有了唐人街 这是北美西部最早的唐人街 还有一定规模 餐厅各种服务都能找到 后来黄金采光了 人们纷纷搬离 那里还曾经经历了一场大火 逐渐的那里荒废了 变成了一座鬼城 上世纪 BC省政府投资重建巴克威尔 把它改建成为一座历史博物馆 重现当年的风貌 现在它是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 是BC省最著名的历史遗迹 也是北美西部最大的历史遗迹 它一共有125座以上的这种历史建筑 巴克威尔我去了两遍 都是2009年啊 4月一次 7月一次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次我的所见所闻 第一次去呢是走这个1号公路 然后97号 再到26号就到巴克威尔了 一路上还是有几个地方 很不错值得拍一拍啊 首先呢就是在 Hope这个小镇 这个小镇呢是当年拍电影 第一滴雪的地方啊 现在城里还有很多这个 当年拍电影留下的 这个大桥就是电影刚开始 Rumble被警察抓到那个地方 Hope小镇很出名了 第二个呢经典叫Hell's Gate 就是地狱之门这个地方 水流非常急 现在这个地方简直是个旅游经典 它这个 可以很多地方都可以拍照片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前走 有个小镇 叫利顿 叫利腾 利腾这个小镇呢 著名的就是有两条大河在这交叉 Frizzer River和Thompson River 大家看这个照片 两个颜色不一样的河到这儿混集到一起 所以很多人到这儿都看这个奇观了啊 另外这个小镇去年出了名了 为什么出名 就是去年找了一场很大的山火 把这个小镇几乎全部烧掉了 小镇老百姓现在正在重建之中啊 BC省这个山火还是挺可怕的 每年到山火季节 都是很多很多地方山都着火 它比较干旱呢 但是利顿这是这么多年来最少见的 火来的非常快 一下把这个小镇都席卷了 好在没有什么重大人员的伤亡啊 我们今天晚上赶到了一个地方叫108 miles 就住在这个酒店里啊 酒店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风景也很好 当然顺手也拍了一些各种各样的照片呢 早晨起早啊也拍了一些小景 这些长黑白照片 这个线条非常好看 这也是个黑白的 拍着拍它这个木房子和木椅子 早晨还看到很多白尾路 就在我们这个附近啊 好继续向前走 一直到这个地方叫Cornel 然后从97下来向右转上了26号路 沿着26号路就一直可以到Buckville 在Buckville之前有个小镇叫Wells 我们在这个地方拍了些照片 而且当晚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落脚 离Buckville大概20分钟 这就是Wells那个小镇村口这个Information Center啊 可惜冬天它都没有开 这个小镇是个很特殊的小镇 镇虽然不大 但是集中了大量的艺术家 大家可以看看 从他们这些房子的建筑啊 这个颜色上就可以看出来 充满了艺术气息啊 这些艺术家他们总是喜欢找些人们 不是人很多的地方他们聚集 在那里搞一些创作 冬天到处还都是雪 所以相对来说 那段时间我们去的这个Wells小镇是非常安静的 据说夏天的时候这也很热闹 除了游客 集中了大量的艺术家在这搞活动啊 搞一些拍卖 这个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叫Wells Hotel 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酒吧 晚上也很热闹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住呢 因为在Barkville酒店还没开张 第二天我们来到Barkville 这个村口就是他们那个村的这个大教堂 可惜大雪啊 当时四月份了温哥华已经春暖花开 樱花遍地了 这还是雪非常大 而且前几天刚下的非常大 把鹿啊什么都堵了 说明这个地方还是很冷 因为它属于山区啊 这个其实是当时一个小学校的遗址 也都由于下雪也没有游客 所以整个镇基本上都关了 没见什么人 大家看着一只小猫 小猫非常可爱 应该是一只野猫 一路上就跟着我们走啊 怎么甩都甩不掉啊 长得还蛮漂亮的小猫 尽管是野猫 好像它并不缺食 大家看肥肥的啊 所以这次去呢 由于下大雪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 所以没有看到什么 没拍到什么 这种雪真的没什么拍的 哪也进不去 所以我们就决定撤 将来等天好了再回来 好在附近还有几个小公园 我们去看了看 这是一个不错的湖 湖面当然都是冬着冰的 我们就顺手 拍这些小品 既然来了 也不能白来啊 这是另一个角度 大家看那个地方 确实应该说是比文工画 这个地方还是冷了很多的 好下面说说第二次啊 到七月份的时候 我再一次回到了巴克维尔 这次走的去的路 还是一号路一直向北 然后到97号 回来的路上 我选择了不走原路 在这个红点这个地方呢 我们向左转上99号公路 从那个地方回来 看看一些不同的景色啊 这次到了巴克维尔不一样了 城市整个都开放了 这是我们住的酒店 叫圣乔治 也是这个小镇里的唯一的一个酒店 酒店里边古色古香啊 包括它的一些装饰布置 房间里大家可以看 简直像19世纪这个 人们可能就生活这个样子啊 这次我确实拍了很多东西 当地也有中餐馆 据说华人 当时这很多呀 开了一家中餐馆 我们也要去品尝一下 现在它仍然开业 这就是中餐馆的外貌 大家看 19世纪中餐馆 就这个样子 里边的食品呢 我们也品尝了一些啊 这个还可以 但是应该种不种 样不样了 服务员已经全是外国的小姐姐了 这个城里呢 我们还继续转 这个是超市 就是当年华人很集中 一定要有超市买菜呀 叫广丽永记呀 现在这个超市不卖东西 但是供大家参观 这是当时这个超市的样子 华人居住的地方 华人超市一定会有 据说当年不单有餐馆有超市 华人在这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赌场 这是当年华公住的一个 在集体宿舍外边吧 还有人在下象棋 当地也有一个剧院 因为当年五千多人一个大镇呢 晚上总有点业余生活呀 也搞了这么一个剧院 座位不是很多 现在也在有演出 我们也看了一场演出 好像一个人15块钱一张门票啊 演出真是不错 这些演员我觉得水平的很专业 从他们这个表演的水平啊 从他们的道具服装上 真是确实是一场享受 既然到这儿 应该感受一下19世纪的文化 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学校 学校不大 因为有五千多人呢 他肯定有子女要有教育 所以现在游客想参观的学校呢 也得像当年一样 先排着队向老师鞠躬才能进去 这个学校的后面啊 学校不大大概也就一七 也就招个十几个学生吧 但是可见 在尽管是当年人们淘金的时候 教育仍然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小镇里唯一的一个教堂 就在村口 这个西方人信教还是很传统啊 这个教堂内部 教堂内部呢 现在呢 他给游客也仍然周末做一些祈祷啊 这是警察局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犯罪 就得有警察啊 这是恢复的当年警察局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好像就一个警察 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 因为确实很早啊 现在给游客们仍然准备了马车 你可以体验一下当时坐马车是什么样子啊 也是收费的 好像是五块钱 然后他拉你走一趟 我还给这个马车车夫拍了一张 他还是当年那个形象很酷啊 这个巴克威尔小镇的现在招了很多这种就是半装成当年的样子的这些解说员 这好像还是个华人啊 这些确实这些解说员由于他们给我们真正带回了当年的那个感觉 这个是忘记在哪个商店里有个小孩帮着他爸爸妈妈在这好像还开业卖东西呢 我给他拍了一张很有意思 总之这个小镇确实能给人带起很多十九世纪那个年代的一些回忆啊 是一个很好的对下一代子女进行教育的地方是个值得访问的地方 好说说回城 回城呢我们走就是结合到Williams Lake的时候呢 然后左拐下这条路叫二十号路 这条路一直通到贝拉库拉就是一直通到太平洋边上 走这条路主要我想到这个点早就听说我叫Farwell Canyon 就是这个下最下边就在二十号路上啊 地貌很特殊就是这个样子 很奇特都有这种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这种东西啊 就这一段山上呢有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这种结构 在阴影中呢拍下来还是很有立体感的 另外它下面还有一条河 河水的颜色是非常的清澈 在衬上这种很特殊的地貌地质现象啊 从高中往下拍山谷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我想象那么壮观 但是既然来了也要看一看 其实呢这个路上呢有很多这种比较特殊的地貌现象啊 偶尔停下车这拍一拍还是不错的 你不知道像这个身体的颜色有点像我讲过那个油画山那个样子了啊 当然我们也只要看到就要拍下来 这就是这个旅游摄影的意义所在啊 好最后一站我们到了这个Marble Canyon 这个也是一个是个省的公园 就在99号公路边上非常号召你绝不会错过的 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这个地方水呀 碧绿碧绿的这个非常清澈 而且由于在水浅 所以几乎是清澈见底 这地方也有一个露营的营地 愿意的话夏天可以在这露营啊 是非常舒服的 看到一群牛可能是在转场啊 有三个人赶着他们 我们一直看着他们 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这三个人还不行 他们有狗啊 有这个牧羊犬 帮着他们前呼后涌的 你看啊 很有意思的现象 后来我们走近了才发现 其实这是一家人 一家三口 这是女儿还有父母 三个人在赶着牛在转场 这是她女儿 我给她拉近着拍 很酷啊 有点西部牛仔的样子 腿还有套马声 很友好 跟我们打着打招呼 他们就继续向前前行 后来我们来到了 著名的Whistler 大家知道Whistler滑雪生地啊 这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项目呢 叫P2P 就是从这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 中间的这辆车 就是Whistler山和黑树山 以前没有 后来修建的啊 这个缆车做起来还是很刺激的 因为它非常高 非常长 在两山之间 就是这么个小缆车 据说呢 是世界上跨度最高 最长的高空缆车 这是从上面往下看 还是非常震撼的 到Whistler我觉得 这应该体验一下 缆车箱很宽大的 从上往外看 好像49块钱做一次 它还有专门有一间缆车 底下是空的是玻璃的 恐高症的人 看着肯定很慎得慌 到了山顶呢 山顶有个餐厅 可以在那喝杯酒 喝杯咖啡 再看出远处 白雪矮矮的雪山 中年四季不化的雪山啊 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的享受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谢谢各位 欢迎来到 Barkerville and Barkerville 当然是 是一种珠子 的锅子 的锅子 如果它不是 这个瓶子 出现了 这个区域 和这些区域 的区域 这些区域 可能会不会 站在那儿 的水域 这些特别重要 一部分 的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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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 在1858 gold被发现 在瑞尔沙 然后 然后 的 终于 所有的 miners 到 到 到 Barkerville 有多多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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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